艾瑟短褲男和黑衣男 死命奔逃 這時他們已經滿頭鮮血 攻擊來得太突然 顧不得還有朋友在燒烤店內 只能先保命再說 不到幾分鐘 救護車和快達警力 相繼到場協助雙者送醫 留下滿地鮮血 新北市三重28號晚上將近10點 雙方人馬吃燒烤發生口角 僅演變成石刀刀 紅泡泡的 四個走 在這個重洋路上 對 在那紅泡 紅泡泡的四個都受傷 起因居然只是等洗手間 不耐久後 吳姓主賢看到前來慶生的 郭姓一幫人 占用店內唯一的一間廁所 卻是不斷熄鬧聊天 多次詢問能不能先使用 對方卻完全不理會 最後竟持刀砍殺對方 造成郭姓壽星 肚子有刀傷 臟氣外露 另外同行四人 頭部也都遭砍 而侯姓共犯 想要阻擋朋友動刀 不要手巾也被砍傷 我怎麼會起衝突 共犯主賢相繼盜案 無姓主賢手腳都有傷勢 很離譜的是 砍人的反而提告傷害 最後動刀砍壽星的一方 被殺人畏遂罪嫌 移送捐本 只是壽星怎麼也沒想到 圓滿開心慶生 卻遭砍送醫 樂極神悲 記者侯宇翔 洪璽宇和溫柔新美食報導